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泰鲁格号列车出轨事件 十分不幸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51人罹难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大概 这是事故现场拍摄的照片 有些已经是马赛克了 至于这个事故为什么会发生 这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图结 就一个工程车的滑落 然后杂中了一个正在行驶的泰鲁格号 所以就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列车在进入隧道的时候被撒中了第二节车厢 感觉太巧了 如果说再晚个几秒钟的话 这个事故就不会发生 所以说这天灾 像这一次事故是台铁4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 目前已经导致了有51人死亡156人受伤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当地 已经是调集了非常多的这种各种资源 对这些受伤的患者进行医治 为什么说这一次事故是4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 这里也是稍微列举了一下 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1981年的3月8日 曾经有猎吃撞伤 这个砂石车导致30人死亡 还有91年也是发生过一次 也是30人死亡 112人受伤 这个死亡数字怎么两次都是30人呢 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问题 就像中国以前在出现事故的时候 死亡人数总是在35 36 37 在这么一个数字上去徘徊 不能再多了再多那就要过了底线了 但是你要是看这个时间线在91年的时候 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台湾 那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台湾 这一次事故截止目前已经有51人死亡 那真的就是属于4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 这里也有一些延伸的信息 就是有许多人 原本有大概50几位艺人要乘坐这堂列车 去参加2021年爱在4月天爱你而已的 这个在小莲花小巨店的检查会 但是因为订不到票呢 只好改搭这个游览车 所以说就躲过这一劫 简单的说完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就是可以证明一下国内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台湾的事故 我要拿来说一说呢 因为国内也出现过这种严重的这种列车事件 就是温州动车出轨事件 这个在当时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丑闻 当时在温州这个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 当地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赶紧就是下令赶紧掩埋呀 销毁证据呀 试图想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现在你去这个百度百客 你去查一下你看一下啊 他这里说这个死亡人数啊 是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这个你相信吗 这么一个动车事故 怎么可能只有40人死亡 肯定死亡人数要远远大于这么一个人数 当时在处理这个动车事故的时候 就是就出现很多矛盾的地方 你比方说一边要忙着去就地去挖坑去掩盖真相 一方面的还有一些急救单位在救人啊 这就很矛盾了 说是没有生还者了 是吧 结果还救个小孩出来 那些官员怎么说啊 我只能说这是奇迹啊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这句话一度成为当时一个一个梗了 热词了 那么对于这次台湾泰鲁格列车事故 我作为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官方他对于这种事情处理的态度啊 这就非常明显的能够比较 就是说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你要是看台湾的官方 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不必一切代价啊 不管是医院还是各种什么急救部门啊 还是什么应急部门啊 就是要调集一切的资源去处理这个事故啊 尽可能的去啊 多挽回几条人命而过来 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台湾当局啊 他在做了一些这个动作啊 那么你要是对比国内的这一块呢 好像就是说人命就不是人命一样啊 就是说保住窝沙帽最重要 如何把这个事情啊 大事化小小事化屋 然后如何去捂住老百姓的嘴 如何在网上去删帖去封号 这是中国官员 他们首先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 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所造成的结果 那就是在中国就更多的人啊 就是白白死去了 白白枉死了 明明可以救更多的人命了 但是官方他不这么做 那你说有些人本来能够救活的 结果就没救活 那都冤枉啊 那你要说这个问题 其实哪里都有问题 你台湾也有问题 而且我作为一个非台湾的一个媒体 我在聊这么一件事情 也算是对台湾当局的一种监督吧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 他们此时此刻 比我更热切的希望啊 官方他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比方说那个工程车 为什么能够掉下来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这是谁的责任 这只是一次事故 还是因为某些不遵守那些什么标准作业模式 所引起的事故 要承担多少责任啊 要发多少钱啊 或者说要不要进监狱 我相信此时此刻台湾人 他更关注的是这些 我相信这件事情的最后的真相 也能够水落石出 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聊这么一个事啊 感谢大家的关注